好的,欢迎回来 接着来看山安利利斯无伤的第四期 那么上期的话我们是把S点的任务 斯维特那边的任务全都给清光了 再要去推的话 就需要我们先把其他点的任务先做掉 那么今天的话就先做这个Ladder2点的任务 任务也不多,一共是三个 这期的话可能就会难度就会上了一点 不过其实问题也不大 那么刚才这个杂瓦录的这么一个效果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镜头控制器 用来截图用的 当然这个插件现在被我用来录开场了 这样的话我也是有充足时间去说一些开场白 或者有的没的之类的 那么Ladder的第一个任务 其实是一个现实来接的任务 他这个必须得在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之间 才可以接这个任务 那么现在话时间 现实还没到 当然没说吧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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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货了 进货了 这边的话我们是去一个老兵的家里 进点货 搞点枪 这每次啊 跟这个小莱同志一块出任务啊 不是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要不就是生抢豪毒啊 那么这个任务呢 也是一个开启这个盗窃系统的一个教学任务 这边的话相比以前座啊 前头的这两座啊 这个CNDS确实是加入了非常多新的这个系统和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然后说说这我们也是快到了 这边的话已经到 哎哎、好好遷回来了 这车的话重心是比较低啊 这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想我怎么开车啊 一定要把这个镜头摆好 抓住刀过来 只是装置命名的 模式 大家也听见了 办事一定要 Ninja Style 但是这个黑头套 我真惊了 这到底是Ninja Style 还是Deep Dark Fantasy Style 然后这边的话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张飞传人 北美睁眼 睡觉第一人 老兵老大爷 这边的话 我们先观察一下 我们CG 我惊了 我刚配的墨镜 居然这么搭吗 真的是有一种 的感觉 那么这边偷东西 就是按回车或者F键 就可以把它搬起来 然后蹲着的时候 或者是按住ALT键 进步走的时候 是不会出噪声的 我们也是稍微可以出血噪声 只要不过这个条就可以 当然其实你过这个条 问题也不大 第一次过这个条的时候 老兵会在半睡半醒之间 大骂几句 然后就没有后话了 只要第二次别过就行 第二次过了的话 老兵就会醒过来 然后我们就会被抓个现行 一出门 来得直接把我们丢下跑路了 然后莫名其妙就多两颗星了 我们的话一共是最少搬出来三箱 枪械就够了 我们就搬三箱又够了 别的话就浪费时间 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任务本来收益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 这边的话 八分之后直接上车 莱德尔也会上车 我们就直接溜了 那么莱德尔在赛利维亚邦 我上期好像说赛尔维亚了 反正这个帮派 这个非常难说 这个名字 有一个车库在赛尔维亚邦 我们就把这个车 停到这个车库里 就可以清算一下 我们的偷的东西 刚才的话不小心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们不小心蹭了一下 这个警察输入的车 这边话 莱德尔也是这么一顿卷 不过他也是告诉我们 可以去这个消心 不过其实问题不大 我们现在就一颗星 它已经消掉了 我们离这个车库 还是有段距离的 到这个车库的时间 这个芯儿差不多也消掉了 所以说不用担心 这边话就要告诉我们 现在就开启了这个盗窃系统 我们每天晚上可以进入这辆车里 然后在周围的这些居民房里 偷东西 你累积偷的东西超过一万块钱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无限体力的buff 到时候我们跑起步来 就像拖了江的野马一样 野狗一样 不对野马一样 想怎么跑怎么跑 兄弟 车借我们用一下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那么现在我就会 我很抱歉 我们现在回趟家 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 我们来接着进行下一个任务 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 实在太抱歉 不小心把命给搭上了 我的天哪 哎 Roder what the hell you doing nigga I couldn't find that wet eye berry so I'm making my own it's easy fool man don't do that you'll sauté the both of us morning boys man who you calling boy fool what should I call you midget how about prick prick yeah prick works man fuck you bitch get out of here mmm smells good what's cooking where's mine man just chill out all right oh yeah sweat me mmm my wife loves this stuff man anyway there's a train gonna make an unscheduled stop just down the way it's got a how you say little something something on board for you boy let's go have business man catch you later oh boys oh catch you later asshole oh carl try not to kill any more respected police officers please crime has certainly gone up since you got back kid just doing my part for the community your trains gonna be there and fight 这个汤老师真的是为了促进这个洛盛都帮派之间的和平 奋�战了一辈子 ぶst driving off ah not your shit don't give me a hard time about my driving i ain't got the energy for it man we don't go roll the damn car over and blow us all up in flames then ah i ain't rising to your shit man good means you concentrate on the road then you love to give a homie a hard time trying to keep my soldiers alive nigga by nagging them to death watch the road motherfucker the road 哎那么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穿着这个 这个混衣服啊然后戴着这个叫啥 啊联帽衫啊戴着帽子这么一个人啊 他是这个毒贩子哎 把他杀掉的话可以获得很多的钱啊 在前期一千多块钱 还有之前那个穿着背心 然后脑子上戴着那个毛帽子的那个 灭个也是这个毒贩子哎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来点送到这让他自己下车 我们就不下了 下车的话还是要出事了 这帮人他们家还蛮大的 不对他们枪法还蛮准的 所以我们直接在车里把他们解决掉 解决这几个家 这个就会刷上来一堆巴拉斯帮的人啊 这也很好解决 莱德尔这辆车非常的猛啊 这个血量贼高 所以说问题不大 可以看到我们哎近距离啊 硬扛一发这个爆炸也没事 不光莱德尔的车牛逼他人更牛逼他人 扛了一发这个车的爆炸 屁事没有 好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爬上火车啊 把这个货物扔给莱德尔 那是什么呢 冷静吧 我们正在背后 扔我准备吧 CJ 又到了展现我们CJ啊 逆天的这个臂力的时刻了 你看这个力道扔这个箱子 你再看这个来点更牛逼来者不拒 这真的是 洛盛都人均妈的美国队长呢 惊了 这边只要给他扔十个箱子就够了 下来之后就直接三星啊 不过问题也不大 我们这离这个喷漆店非常近 直接去喷个漆就可以了 哎大哥不要横穿铁轨啊 我惊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接着我们就先接着往前走 那个人就先不管了 反正啊 洛盛都人基本是死不掉的 我惊了 到时候来个这个啊急救车啊 下来两个医生啊 直接给他来个心肺复苏啊 到时候就直接原地复活啊 真的是 也不知道这帮人是医生啊 还是这个牧师啊 太牛逼了 好 那么这边的话喷了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些装备啊 运回格罗夫街 中途不要犯事就行了 这个车技大家自动忽略一下 哎 这个bong shakalaka bong 真的是越听越上头啊 那味儿太重了 真的 damn homie your stuff was tight yeah you too homie lb's coming over the stats to shit okay later then for life cj for life you heard 趁着这个天色还比较亮堂的时候 赶紧进行下一个任务 趁着这个天色还比较亮堂的时候 趁着这个天色还比较亮堂的时候 赶紧进行下一个任务 i school cause you've been dealing drugs bis s the age of ten no that ain't it cause you have put hands on that teacher for wearing baller colors no that ain't it either i it's cause i'm too intelligent for this shit man i am the real deal fool oh shit a geniu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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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ho has more straps than anybody who has all the straps huh ah man with a lot of guns shit i give up the army mania the army let's go yeah go hit the way go hit the way oh come on man buster 哎那么这次更狠啊 直接去抢这个民兵仓库啊 真的是来点也是个狠人啊 哎那这边也是不说废话 就赶紧往这边开啊 这块从这个桥梁子底下过去也是一个小进路 哎呦 rider we be going oh shit dot how we get this pain it wasn't outside when i came through money lb he like a clock for this real dependable unlike some of you motherfuckers give it the rest man i lost my little brother and now i lost my mom don't matter how much shit this city throw at you cj you gotta stick by your home yeah yeah 这边的话这有一个小技巧啊 就是这个刷新车辆的小技巧 就是你看我们这样 刷一下这个视角 只要视角不对的前头 然后再转回来的时候 前头就会重新这个刷新车辆 那么这也是速通时候 会用到一个小技巧啊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肯定对这个技巧非常的深刻 因为所有的速通啊 基本都是晃晃悠悠的开车的时候 当然除了这个用手柄的速通之外 那这边的话这个任务啊 就会稍微有一些难度 不过其实问题不大 这帮明精明精还行 明兵啊 这个枪法菜的一匹啊 我们就挨个抱头啊 能抱头尽量就抱头 这边的话 我们先不把这个来点 给他弄进来 我们需要提前做些准备啊 先把周围这些这个杂兵请一请啊 这边这个仓库的门打开 把这个密码锁打开之后 这个仓库门就打开了 这里头还有两个杂兵啊 我们可以稍微 一定要小心点啊 这样是卡着视角和他们打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任务我们需要运这个六个箱子 在这个仓库里是整整齐齐的排了四个 那么其他的另外的最后两个 我们就提前先给他准备上 这样的话一会儿会快一些 这边来到外头这块 哎就这两个箱子 我们差不多对好了 可以一次性把这个两个全都给他插起来 按这个二是把这个插车的这个插子往下降 M8是给他升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调好位置 OK 这还是差不多了 过去帮莱德尔把门打开啊 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把这个准备活动做的差不多了啊 这边等他 OK 下头 科莫2 开始 倒车入库 还带一个侧方位的 金了 哇 有点意思啊 转发这个莱德尔 两个箱子一块往里进啊 这太粗了 不是太宽了 对吧 这个后备箱总共就那么大点地儿 对吧 你还那么粗 你还那么宽 像话吗 对吧 所以说我们对待这个车一定要温柔啊 一个一个的慢慢的给他 进去啊 啊 那么这边的话 后头这四个啊 非常好解决 因为他们摆的可以说是整整齐齐啊 很好插 不是很好 这个用插车给他们 呃 运起来啊 对 然后 哎 抬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箱子 最后的两个 哎呦 小心些啊 这边有这个 看守的民兵啊 过来这个 跟我们干架啊 其实问题也不公大 我们这个箱子没装满之前 他们是冲着莱德去的 箱子装满后呢 就冲我们来了 但我们在插车上 并没有被击打的判定啊 哎 他不像摩托车是有一定概率 是要被 这个 海打的判定的 哎 在这个插车上啊 就跟我们在平时轿车上一样 哎 你插车啊 他们是先攻击你的插车 插车爆了之后才会攻击你 哎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顺利逃脱啊 哎 往外走的话就会冲来两匹这个汉马 两匹啊 嘛 两辆汉马 这边我们可能就会用到这个 哎 刷新一下这个车流啊 这么一个小技巧啊 还不过发现其实用不也差不多啊 这个路线啊还是 那是 跟路线回去的水 这边按这个 嗯 大消息的键啊 或者 按H 都是这个摁喇叭 也就是按喇叭之后啊 这个来点就会把我们 抓在这个 偷的这个东西啊 箱子里是这个 一燃一爆的东西 给它 扔下去 然后他们碰成这个爆炸 其实也不用管了 这丑子都很确实 确实 你说你和他们一起饱了 but all you do is complain 好 那么这期也就差不多到这了 我们是把来点的任务啊 全都签完了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可以给他来一个三连 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up的话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好 那么这期就先到这 这是火龙王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